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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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地处珠江与南太平洋呼吸的咽喉 温润多余的气候补育了优良的地域屋中 红树林连接着陆地与海洋 湿地的净化功能有效减轻了工业污染 对周边环境的压力 潮汐运动 潮汐运动 自然变化 繁范的根系是红树的呼吸根 根表皮自带发达的通气组织 呼吸根形成的小树林是动物的秘密家园 潮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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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两千多年前 他已进入南越国人的生活 并被放置于南越国王的墓葬之中 对于小白鹿来说 此时的红树林遍地都是美味佳肴 种类繁多的物种组成了一条条的食物链 构建出红树林特有的生态系统 红树林的动植物多样性 为水鸟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 这里也是小白路常年并居的家园 包括小白路在内的鸟类栖息地不断扩大 意味着它们在这里受到了人类良好的保护 成年小白路担负着家族的繁衍大事 它们纷纷换上了美丽的繁殖羽 盛装打扮 以吸引异性的注意 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小白路 开始大窝了 初春万无复苏 预示着生命的开始 这是小白路夫妇的爱情基金 小白路父母会轮流孵化这几个小生命 这里位于西北太平洋边缘海域附近 潜海滩图 是陆地与海洋相互作用的前沿 它时刻处于动态变化当中 经历着这种漫长的变迁 除了人类还有它们 潭土鱼 它们是由鱼类演变到两棲动物的典型 它们的生活方式与大部分鱼类都不同 这种可以离开水的鱼 甚至在贪图上 可以依靠皮肤和尾巴呼吸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跳跳鱼 因为它有一个本领 跳鱼不仅可以帮助它们在争斗中逃脱 还可以让它们赢得异性的青睐 潭土鱼 潭土鱼正在刮使潭土表面的有机物 这只是它的开胃小菜 然而在淤泥中觅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看似宁静的贪图 却热闹非凡 这一切都被潭土鱼看在眼里 潭土鱼 潭土鱼将目标锁定在一只淡水泥蟹身上 机会终于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杭土鱼 每年的四月到九月 是潭土鱼的交配季节 为此 雄性潭土鱼要修筑新的洞穴 这样它们才能获得雌性潭土鱼的青睐 繁育后代 潭土鱼是天生的建筑师 它用嘴挖洞 将咸出来的泥巴在洞口围成一圈 宣示这是自己的领地 潭土鱼的挖洞行为可以保持贪图的活力 洞穴对于潭土鱼的安全至关重要 当潮水退去 地下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它们在洞穴里躲避着正在觅食的各种食肉鱼类 或者是 数以万计的水鸟 每天的清晨与傍晚 是一天中小白鹿觅食的最佳时间 它们将脚探入水中搅动 通过惊吓水中的鱼虾 再突然出击 在这个程度 它们大规模秘食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它们会先吞下食物 或者将食物咸在嘴中 然后飞往去居地 它们会先吞下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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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涉下食物 我享受叫诶下食物 小白鹿妈妈在贪图捕获了一只贪图鱼 回到鸟巢之后 它正在努力地把刚才吞下的食物吐出来 让用鸟们尝尝鲜 三只幼鸟的其中一只还未完成孵化 就已经夭折 活下来的这两个小生命也非常脆弱 它们还没有学会着实 妈妈会耐心地教给它们获取食物的本领 雌鸟和雄鸟必须轮流去贪图上寻找食物 才能满足饥饿的幼鸟 每到傍晚 小白鹿都会成群结队飞回潮中 牢碌了一天的小白鹿父母还要继续照顾幼鸟 刚出生的小白鹿幼鸟没有羽毛 这让它们无法自行调节体温 还得依靠父母轮流宝窝 保暖避印 度过一个月左右的潮汽生活 天刚亮 小白鹿爸爸就从外面回来了 他带来了丰盛的早餐 的你的盛不是 的 有逗水 mid either 到了 保暖 Texas 这天 回潮的小白鹿爸爸的嘴折断了一截 尖嘴的折断 直接导致了捕获食物数量的减少 食物的数量决定着幼鸟的生死 断嘴的小白鹿一家又失去了一个家庭成员 尽管如此 小白鹿父母依然在轮流坚守着 这个仅剩的小生命 闷热的天气正是眼镜蛇出没的好时机 因为深寒剧毒 头部撞似饭勺 这种蛇又被广东人称为饭铲头 此时 眼镜蛇的颈部肋骨向外捧起 它正在伺机捕获猎物 这种蛇又被捕获了 持续不断的潮湿天气更容易滋生细菌 这场突然降临的大雨令启文陡降 严重威胁着羽毛尚未丰满的幼鸟生命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实地 时间推动着生命不断轮回 万物都进入了生命运动的循环过程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死亡不是终点 家园的某个角落里总会有新生命诞生 这只幸存下来的小白鹿 第一次探索鸟巢以外的世界 他正在蹒跚学步 每跨出一步都拼尽了全力 走得越远 也就意味着离广阔的天空更近 他很快就要独立了 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生活 伟大的父母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 延续了众群的生命 他们在这里出生 在这里成长 他们在这里逝去 在这里重获新生 他们成就于这片石地